各位大王主義,往中華隊列車競爭到站, 請問出越往線。 下一站,盧覓雪。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最新公佈的海鮮選擇指引, 原來紅三魚的數量在十年間減少了三成, 主要是全球過分佈撈, 所以要將食用的類別, 由想清楚升級到避免食用。 哎呀,說真的,我沒有吃紅三魚很多很多年, 因為買得到的都是養的,有什麽好吃呢? 還要非常貴,成四十元一斤。 如果一個人吃東西真的有數量, 我想我吃紅三魚的數量一早爆了。 我都說過給你們聽,我小時候不肯吃魚, 直到吃到紅三魚, 是煎的那條紅三魚, 我竟然主動吃,從此我家, 為了怕我大項拋,就什麽魚都拿去煎。 在那段時間,我吃得最多的其中兩味魚, 就是紅三和黃花。 其實,我長大後懷疑, 其實除了魚味之外, 會不會因為牠們的名字呢? 顏色感多豐富, 兼得很有意境, 如果加上青衣和黑倉, 真是粗齊一套, 死的顏色齊齊了。 如果論肉質,說真的, 黃花魚真是滑得沒有朋友, 但論魚味,紅三又勝一籌。 吃魚,除了講究條魚之外, 還講究煮法。 我小時候喜歡吃煎魚, 大過了, 凡看到餐牌寫著香煎, 又或者Panified, 全部一律不選。 幸好,黃花魚有兩個做法, 都好得我歡心。 一種是上海的紅燒, 另一種就是潮州的半煎煮。 對於我來說, 兩個做法都沒有高低, 反而會因應季節不同, 才決定條魚怎樣吃。 夏天了,當然是吃半煎煮, 冬天還未吃紅燒。 至於紅衣, 有人喜歡用番茄煎紅衣, 哎呀,你給我, 我依然鍾情香煎。 怎樣煎? 用薑爆香後, 怎樣都要加蔥, 因為紅衣煎好後, 食入口不止有油香, 魚香還有蔥香。 所以只要喝5張錄 Rise, 我愛吃而不生酬的一句話。 枯了一個 Health Person, 很多控制作時, 像學夷洗脊, 使用 crowded Möglichkeiten。 他們也었緊張。 因為FCA Mt.